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大家跟我一起归依三博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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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依佛陀 仰造 宗盛 归依达摩 离辱 宗盛 归依青茄 注重 宗盛 整体大经科著人 第622协 最後一行 我称过讀祝佛性力 祝佛世界 亦不可思议 前面 现在我们学到众生业步 众生的前根不可思议 现在更进一步了 诸佛的圣力 诸佛的世界亦不可思议 这些现象全部在档下 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无法想象 确实不是言语能够说出来的 我们看看念到的注解 圣力 力者力用 今天讲的是能量 所起的作用 又据华语命意大集 第四十八卷说 有五种力 定力、通力、借悉力、大愿力、佛法之威德力 这五种力不可思议 故运性力不可思议 这个五种力 参考资料在三十协 尾后那一段 三藏法素 五力难判 难就是困难 判是判别 这是《中镜录》里面所说的 我们将这段文念一篇 五顏判者 为定等五种之力 唯识论终 不能判涉 唯识论 尼纳菩萨做的 尼纳就是等各菩萨 不是一般的人 也不是一般菩萨能够比较的 等各菩萨 都不能够判别 这就可以说了 这件事情 唯法与佛 可能究竟 只有正德 圆满的佛果 你就明白了 明白之后 跟谁能说得通 跟诸佛 佛与佛的境界是相同的 他们可以的 如果他们与等各以下的菩萨说 菩萨也只有仰信而矣 绝对没有怀疑 是不是真得清楚 没有的 古人的比喻 好像是甲罗汉月 罗是令罗绸缎断 施绩品 广绩是非常优势 好像透明的 其实它是隔了的 古人用的线 用罗做线面 也就是说 它还是隔了一层 能够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的 隔了一层 如果把这层拿走 那就真的清楚了 这一段里面说 五难判者 这是五种 现三界为心 万法为色 为心所现 三界就是指 整个宇宙一切万法 心所现的 心所现的是一真法解 是实报庄元土 好 那我们今天 这个三界 三界是指 肉界、色界、毛色界 这里面一切都是万法 千变万法 找不到一块 是不生得灭的 是永恒不变的 找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为色所变的 色能变 心能言 当然心是看的 心如果不现 色亦都不起作用 所以必须要 心所现出来的现象 才能够 改变它 好像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 有能力 改变自然的生态 人为的力量 能够改变 还是要自然生态在面前 你才能够改变它 如果没有了自然的生态 你的科学技术就没有用了 是一个道理的 四 能言 能生 能言 要知道 能改变的 这个也要知道 能改变的心 就是色 是假的 是生态法 所以它一干涉 至性能变能变的境界 认为有了色的干涉 似乎它也有生灭 我们看不到不生不灭这一面 只看到生灭那一面 不生不灭的那一份在哪里 从来都没有失去过 就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的智力都要注意在变化上 没有变化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完全忘记得干干净净 譬如我们看电视的画面 电视的屏幕就是深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是在那里变 色根深绒合在一起 我们注重变化上 对于没有变化的屏幕 磨得干干净净 我们看电视 只看到画面 不知道有个屏幕 你如果知道 没有屏幕 它就不够焰了 这里面显示佛家说的什么是迷 迷是只看到境界的现像 屏幕里面的现像 将屏幕忘记了 却是什么呢? 却是统统都看到 屏幕跟现像统统看到 直到一切发生不灭 这个很少人能够看到 不生不灭就在屏幕上 就在眼前 你都没有看到 你看到这个叫明心见证 就这样的回事 你在动中看到不动 在相中看到屏幕 所有一切现像全部是屏幕 屏幕没有动过 我们问相动了没有呢? 相也没有动 我们看到相是动的 你看走眼了 相真的没有动的 怎样说真的没有动呢? 你能够将这个相 都回归到 1,600兆分之1秒 这个相动了没有呢? 没有动过 每个相都没有动 只是前相灭了 后相生了 后相灭了 后头又生起了 生灭的速度太快了 你没有发现生灭了 身上不生不灭了 为何说它不生呢? 它一生就灭了 生跟不生 似乎都是同时 所以生灭了 即是不生灭了 这叫事实真相 我们今天执着 不是执着真相 是执着它的相族相 以为真相 相似相逐相 似乎时间长一点 依旧是生灭相 一个人从生到老死 算它的寿命 八九十年了 八九十年到了它要死了 这是一期的生灭 这个时间这么长 如果把时间压缩了 压缩成 1600兆分之一秒 等于一百年 一百年 浓缩成为1600兆分之一秒 你就完全觉悟了 完全明白了 至于生灭 即是不生灭 这句话就懂得了 你就有了个概念了 八夜经上 佛所说的 万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还炮影 你就肯定了 肯定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肯定之后 你就放下了 放下就成佛了 放下什么呢 放下起心动念 放下分别执着 这就对了 这个就是回归到愈来的境界 回归到自性 那么自性有没有这些现象呢 那就要问了 电视屏幕上有没有这些现象呢 有的 亦可以说没有 你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就有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就没有了 由于没有 都是妄想 由于没有 都是幻想 都不是事实的真相 在国内 有一个同学 同学传了一份讯息给我 是近代一个大科学家 何欣斯坦 附体 参悔 他发明了原子弹 死了之后 多地狱了 这个地狱是史无前例的 真正是最痛苦的地狱 什么地狱 核爆的地狱 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地狱 那种情况就是原子弹 在它的头顶上不断爆炸 这个爆炸完了之后 第二个又爆炸 连续不断 我们在前面有个很多次的报告了 所有的恋伤都是假的 从心上升 它心里面上的核子爆炸 所以它就在这个地狱里面 说出过去世 他学过法 他是出家人 对于大成佛佛 知道得很多 所以他有智慧 就是一模 发源求生正土 好 心里面的念头 还算不错 总是想替社会 人民做一些好事 没有上到 发明了原子弹 这样的效果 造成今天有很多野心家 天天在想着发展新武器 希望能够征服世界 这些都是梦想 因为核武战争是同归于尽的 不可能有人会活在世间上 这些武器 令到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人 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这种的压力 外仁斯坦要负责任的 所以他很可怜 距离求超度 过去世间这一点 学佛的善根福德恩怨 他才能够暂时离开地獄 扶体透露一些信息 别随着地球上生存的 别随着地球上的人 至于制造核武 完全要终止 不再去做 觉悟了 把现存的核武 统统毁弃它 才能够出地獄 我们大家想想有没有可能 换句话来说 他永远都不能离开地獄 他就太可怜了 他呼吁大家 现在发展核武 再做核武 将来使用核武 无论是法浩司令的人 或者是执行的人 将来的后果都跟他一样 何苦游来 何苦和自己过不去 他希望这个世界永久和平 这个世界上再不再有战争 要靠什么呢 我有个外国人 要靠中国传统文化 要靠佛法 他过去生中 以法有缘 一定是不止这一世 对于大乘经教 他通达 所以他有智慧 他有这么多的法明 靠土中他也涉虑过 未有发生后生靠土 这是他犯下最大的错误 现在后悔也莫合 由脱出的信息 与我们所学的是一样 试出世界最善的一句话 就是阿弥陀佛 最好的一句话 是一句阿弥陀佛 为何我们迟迟将阿弥陀佛忘记 还是讲这些废话 所以我时时提起 或者是寺庙 或者是人家 阿公阿婆一日到晚念阿弥陀佛 痴痴呆呆的 好像什么都不懂 除了一声阿弥陀佛之外 他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见到任何人满面笑容 圣圣阿弥陀佛 观入你的耳朵里面 往往我们对这些人 轻视他 看不起他 说他学佛学都呆了 学都傻了 谁不知道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念佛人 这样的人将来往生 都是上辈往生 诸佛菩萨三转法轮 他们示现的是作正转 我们遇到这种人要尊重 要礼经 要称赞 我不及得他 这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还有妄想 有贼念 还有时间 张佛号忘记 他就没有了 他一句接着一句 面面相续 无有间断 他与佛经上 佛陀佛教会 完全相认 这句话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 应该向他学习 放下蔓原 必须要知道 起心动力 二言语造作 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因果报应 知耗不爽啊 一个念头自己要负责任的 虎大德教到我们 都是好话来的 金玉良宴 多事不如小事 小事不如无事 佛教我们 随愿不叛园 什么叫做财园呢 一切条件都具足了 别人来邀请 这是财园 我们自己预先设计的 样样周备的 条件都具足了 我去了 这个就是攀园 攀园是你有起心动念 你有分别执着 随愿是无价 我们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教科民组织 巴黎总部 第一次 2006年 我们是有心 想做这件事醒 但是自己很清楚 没有这种能力 佛菩菩萨和我们安排 绝对不是人力 佛菩萨安排 我们还是随愿 一切条件都具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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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在这个五个月当中 全心全力做准备的工作 这个活动办得很好 办得很成功 第二次是今年的五月 我们也是在巴黎教科民组织 第二次在这个地方参加活动 这个园是斯里兰卡国家 主办这个活动 要请我参加 这是随愿 第一次随信佛菩萨安排 第二次随信佛菩萨安排 这个国家 他们主办的 他们有这种的诚意 做得这么好 对这件事情 是用真诚心 恭敬心来做的 我们看到了 随喜功德 国内也有很多论坛 我们有同学 有时候也受到邀请来参加 他们问我 我可不可以去呢 我跟他们讲一个原则 这种活动 政府支持的 有领导在主导的 可以 如果不是政府批准的 最好不要去参加 最好不要去参加 这个很多年来 我们也要守这个原则 就是说 可以说 不要借这个机会搞自己的明文利养 搞自己的知名道 那就完全错了 对了 脆家人借这个机会去拉信套 这都是不愚法的 明文利养 或者 你能够得到 你的清淨平等国丧失了 记错了 这都是不愚法的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是我要成佛 什么叫做成佛呢 玫瑰自盛 彻底明了通达 诸法实想 目的就是这个 无论寿经讲的三个真实 真实知资 真实智 真实智慧 真实利益 全是智姓里面本有格 不是向爱求格 这是学佛终极的目标 我们还没有成就 未成就 就要将成就自己摆在第一 帮助别人摆在第二 有完 一定要做 不做就是错了 没有完 也可以不做 或者做了是错的 为什么呢 将自己的烦恼 集气 贪生之慢 引发出来 你就错了 你就是颠倒了 你自己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定力 不为外界境头去干扰呢 这样去做 你不会犯过失的 如果你是没有这种界定为功夫 你还会受环境的诱惑 你还会受环境的诱惑 最好是不要做了 老实地念佛 读作西方极乐世界 学成了本事 道家慈何 再来都不止 不要以为现在这个世界 众生太苦太可怜 你佛的慈悲心 你必须要知道 众生月苦 很多很多菩萨佛 都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是肉眼凡夫 不认识的 这些道理要懂 事实真相 不怀疑 众国老祖宗教导我们 可能有不得反求诸己 我们做事做好事遇到障碍了 要认真反省 障碍过失一定不在外面 在自己那里 我自己没有过错 啊 啊 将他这么多 违望这么多 质道这么多 而上下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在考验你 看你能不能够承受 啊 你不能够承受 你就败了下去了 啊 这样这些考验你的人 不是你的冤真债主 是诸佛菩萨 诗佛菩萨佛 诗佛菩萨佛在经典上 和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是他自己前世的故事 受菩萨道遇到哥利王的折身体 难忍能忍能忍 啊 哥利王是不是他的冤真债主 不是的 他心目当中的哥利王 是他的老师 是给他一个重大的考验 看他忍欲菩萨物 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啊 他通过了这一关 共户境界 大幅的提升 签法里面 他排名是第五的 因为这件事情 他提前了 啊 尼拉菩萨推辞了 本来是尼拉在他前面 如果他超过了尼拉菩萨的功德 他才成佛 这些公案 我们要认真 要细心 将它参透 我们就得到利益了 这些公案 众国古人说 人者无敌 仁慈的人 佛家称他为仁者 是对菩萨的称呼 啊 一个有人爱 有仁慈的人 他是无怨价的 换句话来说 他是无怨恨 他是无对立 他是无敌人 更进一步来说 他是无怨恨的人 没有对立的人 他生活在和睦 清静 和睦 必须等慈悲的极乐世界 无论它在什么地方 它的身心是安住在极乐 章然应佛在三度度众生 众生居住在恶度 它竟然在极乐 由此可知 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 一切法从心上生 它心想的是极乐世界 它心想的是阿弥陀佛 所以它看到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 看到所有的境界都是极乐世界 与我们的观感不一样 与我们的享受当然不相同 我们再学习这五种力 三界为心 万法为色 而不能判此五力者 由思五种 乃圣人 不思以境界 不如深色相影 此所以为难判 将它说出来了 所以要知佛菩萨遇到这个不判 教我们仰信 仰就是敬仰 心信不疑就对了 不可以分别它 中镜圆缓 有五力为色不判 就是这个意思 中镜是永明燃受大师的主佐 中镜圆缓 表达是定力 定力者 即如来大直定力也 为此定力 无染无症无症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 它是无染症 就是无分别 无执着 非空非有 没有 分别执着 没有 起身 当念也没有 善良入 非空非有的境界 空有两边都是没有 生死 不能驱 它脱离生死 亦就是脱离六道论回 脱离十八界 月业不能博 它所做的一切业 业一定是有果报的 它没有的 为何没有呢 作而无作 无作而作 平时 说的一句 比较简单容易明白的话 做恶 没有作恶的念头 行善 没有行善的念头 确实它断恶收钱 但是断恶收钱 亦会起心动念 是谁 诸佛如来 发身菩萨 好像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而应化身 住世八十年 八十年当中 从出生到入玻璃盘 就是这个境界 他亦都做恶 他亦都行善 但是他没有起心 他又没有动念 换句话来说 如如不动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大玻璃盘 他住在大玻璃盘 为何要做恶 要修善呢 这是道化众生 众生有感 自然就有应 不是起心动念 是这样的 自然的应 好像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一样 我们是有心对着这个水 水回应是无心 他没有起心动念 他的反应是非常美的图案 我们用恶意对他 他的反应是非常丑陋的图案 他没有起心动念 他没有分别执着 是自然的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力 所以 不起始定 这个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自然 普应十方 十方 有情众生 有感 他通通都影 他不以释法相影 释法是什么呢 网上分别执着就是释法 他不跟他们相应 在一天之中 你看他出去托伯 年纪大了也非常辛苦 港经议事法 为人家解决问题 从来没有间断 港经议事法 他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 唯识是没有办法去判 唯识能够判的是什么人呢 由起心动念 唯识就可以判他了 诸佛如来 是这样 化身菩萨 亦都是这样 诸佛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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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识可理判 第二种呢 通力 通是神通 借如来神通之力 为此通力 变化无恐 谁敢而应 不谋而知 切招万法 非是以知可及 达 通 我们一般叫神通 天眼、天耳、哈心、宿命 神足、陋进 就是六根来说的 在眼叫做天眼 在耳叫做天耳 这种能力是本能 一切众生 向如来果地是平等平等 只要你是明心见证 换句话来说 只要你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 它就现前了 它是没有失去 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这种作用的能力被限制住 眼见的能力 戒清自己就看不到 这种能力恢复了 睁开眼睛就能够看到 变化界虚空界 现在看不到 没有障碍了 你看到诸佛的拆土 你看到极乐世界 你看到十发界 你看到阴槽地腐 你看到地狱 哪里你都可以看到 虽然看见 虽然看见 依旧是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在于它不和白色相应 在于它不和白色相应 十方众生有感 它就由应 要现什么的身得到 它就现什么的身 不是自己起心动念 谁起心动念呢 众生起心动念 众生想见 广佛 推现佛身 众生想见菩萨 推现菩萨身 灵言经上所说的 吹众生心,应所之量。 确确实实,他没有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尚者没有,哪里来的分别执着呢? 这样才叫做真。 与我们有缘的人,这是很普通的现象。 我们喜欢这个人,见到起心动念。 我们讨厌这个人,见到也起心动念。 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 都在你念头里面。 你念头一转,这个人我要跟他接触。 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练不起心,不动念。 我喜欢这个人, 我又在他身上练不起心,不动念。 我讨厌这个人, 我也在他身上练不起心,不动念。 看不到,看不到就忘记了。 啊! 顺景善远, 念些什么呢? 念不生贪恋。 正是练不生贪恋。 正是练功的功夫的时候, 好境界。 你又会修行的, 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 都能够帮助你提升。 换句话说, 所有的境界, 物质环境, 印试环境, 都是帮助你惩罚的。 帮助你提升的。 帮助你觉悟。 如果一生起, 帮爱了, 一生怨恨迷了, 那就糟了。 他们是帮助你去哪里呢? 帮助你堕三肚。 念头一转, 他帮助我到极乐世界, 帮助我成佛。 由此可知, 韦翼大师说得好, 境怨无好丑, 境是物质环境, 怨是人事环境, 是无好丑的。 好丑存于心, 你的心好, 外面也好, 你的心不好, 外面也不好。 好丑存于心, 多重要呢? 啊, 学法修行, 就是修这个心。 三清淨了, 外面为什么全部清淨? 信也是清淨。 慈恶也是清淨。 心不清淨, 统统都不清淨。 所以关键不在外面, 关键统统在自己那里。 每人说这些话, 幸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肯定就是法身菩萨。 不是法身菩萨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自己知道, 应该自己如何去做法。 全部在自己那里, 不在外景。 要记住了。 念头里面, 最善的念头。 中国人说, 子于智善。 达到善的极出,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才是真正子于智善。 为什么不念佛呢? 我们再看看第二种, 通力。 神通, 是智清, 是智善。 是智善。 本有的。 心清静就能够发通了。 自然就出现了。 也是感应道教。 这种的能力, 六种能力, 也是切照万法。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跟这个释法。 亦不相应。 就是为了解。 我认识。 亦能判他。 不释议的能力。 本能。 只可不明心见识。 才明了,没有平心见证,说,不理你怎样说,你才得到一个模糊的概念,你没有办法去认识他 对佛,对一般人,将这个话题,他都能够把它叉开,不说他了 自有间法身菩萨,可以说 第三种,借色力 这个色就是前面说的色法 八色五十一心所 下面举个例子说 再说了 位于二蜃以上,无有尋试 粗心 圆景叫尋,爪了 細心分别叫尋 语言,若欲,说法,应勇 责借,疏蜃,雅,以身,三色 以成,己勇 由此 由此,假他之勇 被人本喜 不熟 遗色 而故 遗色 难判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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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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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功夫 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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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色他都没有 但是他还有眼 还有耳 还有耳 还有身 eland 以成以上 忽玩 遗色 遗色 射 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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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借初线三色 什麽时候借用的呢? 众生有这样的时候 二线以上 这就是讲三界之内 二线 抵抗这个现象 错线是大帆天 大帆天可以通涉四线 错线是帆天 二线是光天 三线是静天 四线是福天 福报大 这些天神要往下界 帮助众生 这是他们欢喜的事情 他也来到人间 也落到三度那里 行菩萨道 应以什么身得道 他能够宴这个身 为什麽能够原生呢 要借 下一层的色 不是借别人的 自己的 也就是自己 我在这个层次 我在这个水平 宋生达不到 我要教小学生 必须将自己的程度降到小学了 我才能够认对他的 就是这个意思 跟中学生在一起 我是中学生的程度 跟大学生在一起 我是大学生的程度 实际上全部都超越了 那就是 应以什麽的身得道 就是以什麽的身了 应该说什麽的法 就通通都是恒信众生 随起功德的 那叫做借息力 自己虽然超越了 自己虽然超越了 但是为了教法众生 你说他多麽方便呢 释迦迷离佛跟凡夫在一起 凡夫八色五十亿的心所 释迦迷离佛都要用的 用得自在 用得自然 一点痕迹都找不到 正在用的时候 亦都没有执着它 所以 八色五十亿的心所 能干扰佛菩萨 不行的 都不用你的 不受干扰 用你的也都不受干扰 根据 振不描了 第 借力 起 索容 望着众生 静就众生 利益众生 疑 这是 法事境界 唯悉 难判 不可思议 第四个 原历 原历不可思议 值如来大愿之力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看到了 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了 《无量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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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愿力是由来 不是外见 外见是怎样的呢 我们平时说 慈悲心 联敏心 看到众生可怜 联敏心自然生起来 所谓财忍之心 外心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价思维 思维 是思考 境界现前 我要怎样去 对待呢 不价思维 外见 用思维 是凡夫 不是圣人 圣人是没有的 圣人 圣人怨力的动机 是什么呢 这是破事 是智圣里面 本具的 不价思维 我们讲成德 成德是怎样的 成德就是爱 在智圣里面本有的 不是外面来的 在智圣里面 出自于本性 出自于本心 不是学来的 本性里面本来就有了 现在迷了 中国这些老祖宗 最初做文字 我们相信做文字的那些人 是佛菩萨在来的 不是凡人 犯人 犯人 便有这么大的智慧 如果你看到这个字的样子 你就体会到它里面的意思 每一个字 每一句 其微无穷 就是不可思议 中国文字里面的这个爱 不可思议 你看看它的字形 它的形状 样子 拆开来看 把心拿开 就是寿字 宿刘 外面的寿意 神 ? s ? 里面有个心aster 心 ? 心 ? 寿 ? 寿 ? 是自然的,是自豪勉强也没有,心灵的感受就是爱。 爱就是性德,是性德的核心,也是性德的全体。 我们听这个爱迷了。 什么意义不觉? 将它变成怨,变成恨。 这个字大有讲究,关键就是这个心。 我这次在联合国做报告,因为它被我们安排了两次。 第一次只有20分钟,我就讲这个字。 第二次是给我是两个小时。 所以我有一份的广告。 20分钟就没有,就讲这个字。 这个心。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这个爱是知性,圆满的爱。 究竟的爱是佛的爱? 因为不起心,不动念是佛。 我们时时赞叹,佛的大慈而大悲。 变化界虚空解,爱就是这个意思。 真心,致性是不动的。 没有起心动念是不动的。 如果是动的,动的是什么呢? 念不觉。 不动的时候,是信的真心。 信正的真心。 一动了之后,就叫做无明。 真心。 真心就变成为阿拉耶, 就变成妄心。 所以不动的是真, 一动就变了质。 变质,我们将它叫做情。 这种心里面,就变成了友情,情色。 情跟色是一个意思,叫做情色。 变成色。 它又起心,有动念。 除了起心动念之外,它是没有其他的。 这个就是时候叫做菩萨。 菩萨有情,但是去觉,觉以不迷。 所以菩萨亦作为觉有情。 这是爱的第二个意思。 菩萨的爱。 菩萨的爱跟佛的爱是不一样的。 佛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菩萨的爱是有条件的。 觉就是它的条件。 如果这个情里面有道有义。 这是中国古人说的。 这是世间的圣人。 都是圣人。 心情里面有道。 心情里面有道。 心情里面有义。 它叫言人。 圣人。 圣人的心的爱。 凡事人。 凡事人。 戒税爱。 如果这个心情里面只有欲望。 只有欲。 没有道义。 也没有觉悟。 这叫做凡夫。 凡夫的爱。 我们来看看这个爱。 这个爱里面有多少个意思在里面。 每个人都有爱。 每个人的爱心都是不一样。 怎样呢? 怎样呢? 里面的圣佛就不相等。 可以说是佛的爱。 和菩萨的爱。 我们凡夫完全是没有的。 凡夫有少部分的圣贤的爱。 多部分是欲望的爱。 如果是完全是欲望的爱。 连道义都没有。 他所做的恶言。 起心、动念、言语、造责。 全部都是欲望。 果报就在三条。 他这个爱心到那里面。 你看看十发界的爱心。 将这些东西、偏价品, 全部都不要了。 都洗干净。 这就是回归到佛的爱。 回归到真爱。 这种的怨力。 佛菩萨的怨力。 是从真诚的爱心里面发的。 这种的力量就大了。 凡夫这个怨力是从欲望里面生出来的。 这就很小了。 啊!我学法。我拜法。我仲敬。 为什么呢?我希望升官发财。 希望佛菩萨保佑。 这种力量就不大了。 你能够升官,你能够发财。 你明众有格。 明众没有,求不了。 如果你发脚是大心,不是为自己。 啊!我是为苦难的重心。 正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发这种心。 命里面没有的,你也会得到。 为什么呢? 义总心跟诸佛菩萨。 跟一切天神相应。 啊!这些佛菩萨天神真的会加持你。 一般人说是去保佑你。 你能够得到。 因为你不是为了自己。 所以愚来大愿。 就是愚来这个大爱。 没有起心、没有动念。 是信真、真心流露出来的。 这个爱是偏法界、虚空界。 是清淨的爱。 是平等的爱。 是国意不迷的爱。 这种力量不可思议。 唯识也没有办法判别它。 啊! 愚来大愿力。 我们有没有呢? 有的。 个个都有。 你肯不肯发呢? 啊!肯不肯将我自己的私自理放下? 啊!我将这个爱,爱天下一切的众生。 爱着宇宙的一切众生。 你肯不肯啊? 你肯发呢? 什么时候发呢? 什么时候就成佛了。 发针以后退转了。 那就又退回来了。 这部登记就没有登上了。 又下来了。 如果发针不退转, 那你就上去了。 这个是真正的佛法。 这个不是假的。 学佛没有其他的。 学佛就是学爱人。 学爱众生。 好似佛一样。 对片快界、虚空界, 有一切万事万物, 有一切众生。 是一个平等心。 是一个真正的爱心。 没有差别的。 第五。 第五。 法威德力。 什么叫做法威德力呢? 这如来应法威德之力。 这些事情, 亦是不思的境界。 应是感应。 众生有感。 愈来自现就有应了。 极其微细的感, 自己还不知道。 佛知道。 佛就有应了。 应法威德不可思议。 下边。 第一个例子。 如演一音, 则土应群姬。 阿佛以一音而说法, 众生随略觉得解。 每一日, 每一时, 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多少人呢? 无量无必, 无数无准。 这些往生的人, 来自不同的星球,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曲声。 正在不同的声声。 不同的温onder, 不同的文字。 佛说法, 大家听在耳里边 都通过翻译 说自己的语言。 舒适的维得。 佛可思尔拉。 为何佛能够呢? 佛是没有起心动念,他就能够了 为何?一切法不离自性 一切法是自性变然的 只要你见性,性跟性自然就通了 好像电脑一样自然通了 不需要去连结的 每个人听佛书法都是听自己的语言 我们在这些众生交流 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说话 他听在耳朵里面是他的说话 他说他的说话 我听在耳朵里面是说我们的话 不可思议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为何呢? 性是通的 相当中有格外回归到性全部通了 次数的差别都是没有的 思一法 是中摩皆伏 思是刺思 容一法 是中摩皆伏 这是什么法呢? 仲摩能复 今天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 真是芝麻绿豆那样一些的 它算是什麽呢 今天地球上70亿的居民 心想觉意 伴佬是不相同 有没有一法能够叫所有都能够接受它 都能够服吧 能够 我今天早晨看到了 我看泰因斯坦这个附体报告 没有看完 它大概将近是60项 我看了一本 它说 只有佛法 能通一齐 只有佛法 这是什麽意思呢 佛法 佛是什麽意思呢 佛是真情 真情 用真实慈悲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服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跟我们讲了 大学里面的三纲伐木 就能够叫天下人都服了 明德 明德是真心 亲吻是慈悲 至于智善是智慧 至于智善就是忠用之道 用什么方法 来达到用教育 教学为善 社交物理佛当年在世 为我们示现成道 在菩提树下大切大五明心见证 出计之后 就开始教学了 一直到八十岁完整 一生教学 教学就是大切大悲 教学就是救苦救难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 尼苦得乐 和迷害悟 虎落是怎样来的 虎是迷失了事实的真相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不了解了 完全胡思乱想 全部都想错了 从这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从从觉悟来的 从觉悟来的 一个觉悟的人 他一生生活在这个世间 无论这个世间 是顺境或者是逆境 他周边的人在心愿 或者是恶圆 他没有不快乐的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明白了 事实的真相 了解了 因果报应透切了 他心是定的 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 他有这种本事 他的生活是皆定位 是清静平等国 啊!我们凡夫 六根在六层境界当中 起或造业受博 完全吸收外面环境的干扰 自己一点都不能够造主 你说多么可怜呢? 啊!学佛基人 是最幸福的人了 大部分是练佛人 最单纯的人 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 除了佛号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能够成就 这句佛号 在这句佛号里面 真的联通了 练不通、笑法、发起、充满 一句佛号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喜乐 自己得到解脱了 你能够帮助别人 像底下所说的 尼生无尽 降达难量 不与色化相影 慈故为色难盘 这个是五种力 五种力明白了 我们看看 本经 见若金经 现在就这一部经上所说的 我们来看看 花壮大使 如真实惠 他心里面有真实的智慧 真实是不起心、不动念 那些是什么来的? 是智性的本定 还是生畏 智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自然就生起来了 这个心不定就不行了 心里面最忌毁的 是念头 不管它是善的念头 或者是不善的念头 都是忌毁 为什么? 因为智性里面是没有念头的 没有念头就成佛了 自称原本现前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做不到 为什么? 我们无耻劫离 就起心动念 打网上 打成为习惯 不打网上 就变成一个嗜好 吸毒一样 这些东西是不好的 但是不吸不行 不吸就不能忍忍不了 这些东西是不好的 啊! 弥陀有一个方法 教我们把所有念头 通通都回归到阿弥陀佛 这个办法是好的 教我们一念不生就难了 把念头归回到阿弥陀佛 这个就办得到了 教了很多人 只要你肯去做 真是有效的 不可以念其他的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千万要记住 这句阿弥陀佛 不得见识 要知道 但是决定得生淨土 古大德有句说话说 但得见阿弥陀佛 何受佛害悟呢? 你见到阿弥陀佛肯定是害悟 为什么呢? 他会教的 他的教学法非常高明 一切知佛当中 他是教学第一 他想出这种方法也是最妙的 叫知佛如来 摊为观止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相信 就是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 念到底 他注真实位 真实心里面 流露出本具的智慧 与无量劫 庄严佛土 换句话来说 极乐世界的建立才是十劫 无量劫庄严佛土 这是说华壮菩 他未成佛之前 他在天余佛拆土修行 菩萨要依靠佛 不能离开佛 他是佛的弟子 肯定是老实听话认真做的佛弟子 如佛如来都赞丹他 到他成佛了 他发立一个大院 这个大院 这个大院就是参学 用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说 考察 朝宴 调查研究 对象是所有一切施佛的拆土 好 到那边去看看 射人之长 射人之短 你建立 极乐世界 是 帮助一切 帮助一切 怀恼集气 很难断的 这些众生 都记录世界 成周 他们 阿弥陀佛 做到了 极乐世界 是为谁建造的呢 不是为上上根人 老实实地说 是为了下下根人 下下根人都能够得到 何况是其他的 全部都得到了 到上上根 不能够到上中下 到下下根 全都得到了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报恩 我们要报恩 这个恩怎么可以报呢 念佛往生静土 就是报恩 我们不能够念佛 不能够往生静土 我们是故乎阿弥陀佛的恩德 顾佛祖阿弥陀佛对我们的爱护 天立极乐世界是对我们的爱护 所以 成就圣力 与国土皆不可思议 哈!痰恪 não 呀! On着い啊! 白龙很多我能够付 十七种 国土 莊严公德 四宗下 的候群 或是说 安可思议,见可思议、安可思议都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怎样能够想像,怎样能够议论呢? 举极乐世界的例子,光位佛事,见可思议呢? 极乐世界,光明世界,神放光,阿弥陀佛身放光,每个人的身都放光, 观景上佛讲的阿弥陀佛的发生,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个相有八万四千好, 每个相好,每个相好放八万四千相,每个相好都看到佛菩萨在教学,在听课,在修行,在教化众生, 相片化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策土,就在一个身上都看到了, 那样能够想像,怎样能够思议呢?无法思议的,光为佛事, 此水为佛事,安可思议呢?水亦都是这样,水是流水的音声, 有阳陀佛性,都在说法,你喜欢听什么话,听到的就是你所想听的了, 此映为佛事 岸何思义呢 此映为佛事 岸何思义呢 极乐世界是不可思义的境界 二部正部 正部是佛根菩萨 正部是环境 六根所接触的环境 三部都是佛法 这就说明极乐世界修行 为何这么快就成就呢 原因就是这个地方 它能够令你学习无中断 这就破试了 来到这个地方 再好的环境 收集就有中断 吃饭就中断了 晚安睡觉就中断了 清货离开港堂就中断了 基督世界是无中断的 无论在什么场所 在什么时候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全部都是说法 就是你学这个课程 这是什么回事呢 全部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所以学习无中断 世界如此美好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 这个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这个地区 一个城市 现在用无线电广播电台 用卫星电视 有这样的一批老师 真正热心的 发生来救世 来救人 来拯救社会 来拯救地球 不用多的 20、30个足够了 有这样几个电视频道 网络 每天24小时 每天都在说 有没有人听呢 我相信听众非常多 好 好 到最后 全部人民都来听了 为何呢 好的东西 正面的 三年 我们的世界就接近极乐世界了 这些事情是谁来做的呢? 是阿弥陀佛来做 谁是阿弥陀佛呢? 国家领导人就是阿弥陀佛 中国这个国家七个常委要一条心 能这样做的话三年了 中国这片大地就变成极乐世界了 吴兰家 相亢下校 国家领导人带头很难 谁个人要来搞都搞都不容易的 我们搞了55年了 回来搞一年就超过我那55年了 一人轻磅 一个人认真做 把这个家轻磅起来 反过来说 一个人也可以丧帮 把这个国家灭亡了 那又怎样呢? 不做了 不重视 谁呢? 慈禧太后了 历史上 每一个朝代 最后的皇帝叫做活代皇帝 丧邦 祖宗的政法 他都不要了 他作威作福 完全是他个人的爱好 享受 这个国家就会忘乐了 最殊聖者就为诸往生者 不断烦恼 得涅槃分 饮可思量 这是不思议当中的第一个不可思议 最殊聖者 每个往生的人都记得世界 不需要断烦恼 就得涅槃分 这个就是佳作阿维月智菩萨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说到极柱 我们统统有份 千万不能够疏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了